條件部分的話,如果你要把它做修改的話 其實 它可以復原 如果要整個清除,這邊有清除規則 管理規則的話,你可以點管理規則,像剛剛禮拜天 如果你要變其他格式 可以編輯規則,也可以刪除規則 那這裡的話,因為我們要做VBA,所以請各位一樣 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那這邊就把它改VBA,不過改VBA之前,記得先把那個格式 給去掉,因為如果你沒有去掉的話,那就沒意義了,所以接下來怎麼樣 把那個剛剛的 複製一個之後呢,再到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有一個清除規則 把這個規則清掉 那我們用什麼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規則來寫 OK,把它清掉 那清掉之後的話呢,待會我們要寫VBA 那VBA裡面會有顏色的部分 顏色的部分的話呢,請各位 注意一下就是那個油漆桶 這邊油漆桶有其他色彩 比如說我今天要設定什麼顏色 VBA是用RGB 所以我要怎麼樣知道說 像什麼淺綠色 深綠色 那RGB裡面應該怎麼下 所以我先選一個深綠好了 然後製定一下,我看一下 大概它的顏色,深綠色是 零 五一 乾脆用五十算了 取個整數吧,不要有記 零 五十 零就是深綠 那淺綠的話,這邊有個拉桿 你可以把它拉上去一點點 淺綠的話大概是這樣 所以選一個比較好記的 大概是 這邊你會發現它好像都是 中間的不會動 好像越多越淺 所以你可以記大概多少 200算了 200 然後 紅色跟 藍色都200 然後呢 綠色就全部的話 那就是 淺綠了 OK 然後紅色的話還記得 就是RGB R25,後面都0 那黃色還記得吧 黃色是多少 25 25 0 OK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來寫這個 格式化日期 先把那個設定格好去掉之後 插入一個什麼VBA,這邊的話我們就插入一個 程序 名稱叫什麼 格式化日期好了 那接下來要怎麼寫 那接下來要怎麼寫 記得喔,因為這邊稍微比較麻煩一點就是說 我們 之前是for i 等於 第 二列 所以你這邊特別注意一樣,列寫法一樣 for i 等於 第二列 到第32列 Enter兩下 next 不過這邊比較特殊是 我們之前只有列 現在還有藍 藍的話還有什麼 1到12藍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這邊要多寫一個藍回圈 藍回圈我習慣用什麼 for j j等於藍 等於什麼呢 你不能用a到l 你只能用1 到 只能給數字喔 1到12 然後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est 所以這邊會有兩個回圈喔 一個是什麼回圈呢 一個是for i列回圈 for j是藍的回圈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喔 我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我要把裡面的資料帶出來 然後呢 檢查一下它是不是禮拜六 或禮拜天 做格式設定 那 當然裡面有一種可能性啦 資料裡面呢如果是空的 空的資料帶過來會出錯 所以喔 可能因為裡面有一些資料是空的 所以我先判斷一下 當它如果 先檢查一下 sales裡面的資料就sales i列的 l欄 所以這邊打個i i列的追覽 等於什麼 如果 當它 什麼情況下才能判不等於 空的 意思是說它裡面不能是空的喔 如果等於空的就跳過 那跳過我們剛剛有寫個 then end兩下 打一個endif 意思就是說 一定要是裡面有資料的情況下 我才能夠判斷 那判斷什麼 如果 再來裡面一層 如果呢 什麼呢 你 裡面的資料就是 sales 我外面包一個weekday 所以weekday 外面包一下 其實VBA裡面的 判斷禮拜六 禮拜天的方法跟你sales差不多 那如果呢 這個weekday 我把這個sales 的這個儲存格 實際上指的就是 我把它一個一個帶出來 如果它裡面的 這個 星期起 等於 等於禮拜六是7的話 那我then 好我做什麼呢 把它做格式化 格式化是 字 跟 底色嘛 字的話還記得吧 其實就是什麼 Sales這個iTray 它裡面的什麼呢 字的顏色是什麼 點什麼呢 縫 還記得吧 縫 點color 等於什麼呢 RGB 刮虎嘛 那我剛剛講 字要深綠色 深綠色是 0 50 0.0 這個就深綠 然後 Enter 字的底色 其實底色跟那個好像差不多 所以這個把它拿來複製下面這一行 那其實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fonds改什麼 intro 有時候 有時候拼不出來沒關係 怎麼樣我講過 不要刮虎點什麼 打個i n 這邊就出來了 intr 有沒有 intr io 這個 那不過特別注意後面 再去改 刮虎再補上也可以 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這也是一招 如果有些字 拼不出來的話 那這邊的話就是200 有沒有 這個是淺綠色 然後這邊是255 然後 後面的話 一樣是200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就已經把禮拜六的判斷寫好了 第一個喔 所以它會怎麼樣呢 幫我把第2列 到第32列 第一欄到第32欄 第12欄裡面的資料 先抓出來 看一下裡面呢 如果不等於空的 表示裡面要有資料 就是有那個日期資料 第二步的話我再去檢查說它是不是禮拜六 如果是的話就做這個格式 那我可以怎麼 直接來跑了 直接執行 看一下應該沒問題 你會發現瞬間 這個禮拜六的部分 全部都幫我ok了 禮拜天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嘛 把剛剛禮拜六的這個 程式怎麼樣呢 再把它複製 IF到END IF這一段 Ctrl C 把它下面的話呢 Ctrl V貼上就可以了 這一段把它貼上 Ctrl V 貼上之後的話 把這邊改成多少 改成 1 然後呢 Fone Color是紅色的 所以這邊改成 255 然後呢 後面都0 那 底下的 底色的話是要黃色 那黃的話就是 這邊是 255 紅色跟綠色是255 藍色是0 紅配綠 就是黃色 所以 改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一樣把它執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後面的話 就 大光告成 應該可以 看懂那個程式的寫法啦 其實 寫法基本上 跟之前 我們寫過的回圈 跟那個 邏輯 其實都一樣 只是說今天又多了一個 4 J的回圈 J指的是藍 所以以後 如果你還有藍的敘述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在裡面 然後呢 只是說我們會多做一個判斷 當它不等於空的 才去做 下一個判斷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你沒有去判斷什麼呢 判斷它是不是空的話 像這邊 假如我這個 這個沒寫 它好像會出現一個錯誤 如果我那個 沒有判斷 是不是空的 它會執行 它會出現什麼 形態不符合 它會出現說 這裡面 裡面是空的 你就沒有辦法去做那個 weekday的判斷 所以這個 為什麼會多加 那個 不等於空的敘述 主要是因為 如果你weekday裡面 丟一個空字串給它 它就會出現錯誤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特別注意 那程式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 講義裡面的第九十一頁 九十一頁部分 再加上去 那個格式 那去除的話 其實 去除也差不多啦 去除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你可以把 這個資料裡面 再把它 它 顏色恢復 就是顏色恢復 字的顏色恢復 如果恢復的話 就是 RGB 000 黑色 那底色沒有的話 就是 xl xl 所以如果你要把 格式化日期清除 清除格式化日期好了 假如這邊又延伸一個 清除掉的話 那其實就是 把剛剛上面這個 這一段程式 複製下來 改 改一個什麼清除 這個邊把它加一個清除 清除格式化 清除格式化日期的話 那基本上就可以 怎麼樣 其實不用判斷啦 其實我們可以一樣跑 4i一樣跑4j 然後裡面的話 邏輯判斷都不需要 只要留下那個邏輯裡面的兩行就可以了 那這兩行 其實就是把它 再倒車回來 就是 sales的 color color等於000 比如說這邊是0 就黑色啦 那 那個 intel color 變成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 我好像前面有講過 xl num 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嘛 這個好像應該前面有沒有講過 有印象嘛 然後呢 如果我要把它全部清除的話 就是再執行一下 其實比較簡單 列回圈 藍回圈 把字改為黑色 把底色去掉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這時候顏色就不見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加一個 加顏色 然後去顏色 不過這個 判斷那個空白這個可能要加上去 最後的話 就是再把那個 按鈕給加上去 這一題就完成了 所以 這邊再把這個 這兩個顏色 這兩個按鈕呢 再把它加上去 按鈕給加上去 格式化日期 然後清除 清除 格式化日期 所以清除 然後格式化日期 按鈕指向錯誤了 這個應該是指到 格式化日期 結果只到 判除吧 插入空白例 OK 再把它判除一下 格式化日期 黑色是0.0 對 黑色是0.0 白色是3個25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做了 至少 5個按鈕 所以這5個按鈕回去的話 你們自己再把它 試著OK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我們 至少可以怎麼樣呢 利用VBA 做出那個 插入空白列 然後 刪除空白列 五十 一樣把它刪掉 另外最後的話 可以格式化日期 清除格式化日期 謝謝 謝謝